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花面上,Linus手持第二大坚果牌为什么不做C-bet? 面对对手的下注还不加注? 今天我们就带着这些疑问来回顾一下这手牌 好,首先Hackland在专位开持3.2BB Linus3-14BB,Hackland跟注 双方的范围如图所示 翻牌AT7天花面 这个面有利于Linus的范围 在这里可以做一个比较高频率的C-bet 同时也需要过牌一半的强牌力来保护他的过牌范围 Linus拿着Q9在这里选择过牌 没什么问题其实 由于Hackland手持一张K红桃 在听那次话 所以在Linus过牌以后 他可以选择开一枪 大柱小柱都OK 在这里他选择了25%的小柱 面对这一个非常小的柱 Linus需要防守大量的范围 在这里他只需要把完全没有出路的底端范围放弃就可以了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里他也可以用SET和天花进行一些价值加注 混合一些K花Q花作为炸虎 Linus选择先跟一枪看看情况 转牌一张黑桃4 这张4和Linus的范围好像没什么关系 Solver在这里建议Linus100%过牌 反之Hackland可以利用这个空气牌的机会 继续保持一个极化的范围下注 Solver在这里也是建议高频率的下一个超池 尤其是摊牌赢率较差的KX和中小连张 都可以放到这个超池下注范围里面去 Linus的范围在这里其实就比较难受了 由于K花在对手手中 所以他的炸虎组合是不够的 并不能构建一个比较宽的加注范围 所以在这里只能选择一个高频率的跟注 合牌一张草花钩 Hackland歪中了一个顺子 Linus在这里需要100%过牌 去留下对手的炸虎范围 Hackland在这里的顶端范围还真不少 三条以上的组合达到了40%左右 由于Linus的范围平均牌率大概是两对左右 所以Hackland在这里绝大部分的三条和以上牌率 都可以作为价值下注打出去 同时按照2比1的比例搭配一些炸虎下注 比如阻挡对手天花的红桃K-GO-Q这些组合 由于红桃组合实在是太少了 根本不够 所以你会发现在这里 Solva会拿一些不阻挡对手气牌范围的低Equity牌 去补足他的炸虎频率 Linus在这里的抓炸思路 其实和Hackland如出一辙 他首先用所有的顶端范围跟注 然后用阻挡对手天花的红桃K-GO-Q这些组合 去补足他的防守频率 以防止被对手用任意牌炸虎 有同学一定会猜Hackland在这里是裸K炸虎 值得一提的是 如果我们把盒牌的这张勾换成一张234这种的空气牌无关张 反而我们不太能够用K-Q-K-GO去炸虎了 因为K-GO-K-Q阻挡了Linus太多的气牌范围 在这里用铜花连章这样的牌去做炸虎更为合适 好了在天花面上核牌阻挡牌的博弈实属有点复杂 这里我要强调一句 在现代扑克理论中一定是先根据对手的跟注情况 去确定我们的价值范围 然后按照下注尺度去搭配合理的炸虎 阻挡牌这一概念只是为这个终极目的而服务的 并不是说只有阻挡牌才能下注或者抓炸 希望今天的这手牌能给你一点点的感悟或者启发 最后是我们的开奖环节 本期中奖的是这位同学 记得把联系方式私信至B站后台 其他没有中的同学也不要气馁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签算poker 获取更多的名家访谈策略文章 这里是签算poker 我是梅小板 我们下期再见